霍林寺妙闲幼儿园延续多年来的传统 19号是举办了毕业生水球洗礼活动 现场水球水桶、水枪等装备进出 师生们是开心的打水仗 清凉又小暑 而园长江美莲也借此祝福孩子们都能平安健康成长 妙闲幼儿园主任王嘉诚表示 在下由妙闲幼儿园别出新采设计的水洗毕业生活动 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 成为毕业典礼前的传统活动 打水除 后手有去除疫病、进化人心、洗净祝福 就要忍出心慌如鼓风等的意义 在佛教上洒尽 遇佛更有洗我身心内的污秽 可以让身心灵能够得到洁净平安的意涵 妙闲幼儿园今年要欢送第41届的毕业生 那我们这个毕业的一系列活动呢 包括我们打水球水洗毕业生 那这个已经是行之有年 大概30几年的传统了 那我们在这边因为水在佛教里面也有一些撒进 然后遇佛这些祝平安的含义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给大家一个 给这些毕业生一个美好的祝福 那我们老师们在一大早就开始准备了数百颗的水球 给大家给这些大班中班的小朋友一起去游戏 那大家也玩得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在下个月7月21号会即将举办第41届的毕业典礼 那我们在这个期间呢 好好的祝福所有的大班毕业生 一切顺利 那当然我们在衔接到小班之 衔接到小学之前 我们也有一个先修班的课程 然后在国音术的基本的教养 给他们一些打好良好的基础 然后我们老师也带到国小去参观 看看他们的教室啦 厕所啦 操场 跟我们的幼儿园有什么不一样 让他们能够更快的适应 这就是我们园长也一直教我们的 让我们的幼儿园的学生可以顺利的过渡到下一个新的阶段 达成一个美好的人生 黄战森表示大班孩子们即将生到国小一年级 毕业之前 妙学幼儿园也特别规划了幼儿小衔接课程 除了国语、英文、数学基本能力之外 也让小朋友了解小学上下课表 以及生活作息的时间不同 教室、场所、厕所等等设施的不同 让孩子们以轻松一块的心情 尽快适应国小的校养生活 记得继续观众